年假不知何出去 这些主题餐厅超吸睛 农历新年要到了 还没有规划吗 台湾有许多特色主题餐厅进驻 提供民众年假的新选择 人气卡通Hello Kitty 被做成面包、松饼、布丁造型 从餐点到店内摆设 都可以看到Hello Kitty的身影 粉色系的装潢 蒙翻多少少女心 不只店内设计可爱 餐点跟强调吃得饱 让民众视觉、味觉都满足 3.5公尺、250公斤的大型公仔 助力在百货公司内 LINE的新角色 熊大妹妹Choco 进军台北信义商圈 全台首间LINE FRIENDS外带咖啡 食材更强调台湾味 抹茶鸡蛋糕、青蛙蛋粉圆奶茶 日月坛红茶、草莓爆米花 都主打台湾限定 一旁也有丰富的周边商品可以选购 喜欢LINE的朋友可别错过 卤夫帽子造型的咖喱饭 有着可爱乔巴的棉花糖松饼 精致的猎鹰拉花拿铁 看到的每一道餐点 都是结合经典卡通航海王人物的特色 构思设计 餐厅内仿佛化身成为船舱 还有1比1的大型公仔 台湾限定商品供应中拍照收藏 绝对是航海迷们会眼睛一亮的小天地 天安 曹新闻把握年假去尝鲜吧 报道